你们有听过选择全价插单吗? 常见的选择全价插单分为四种, 分别是买权多头价插、买权空头价插、 卖权多头价插、以及卖权空头价插。 借由同时一买一卖的交易, 锁住上涨和下跌的范围, 降低风险,并且控制损益的范围。 今天的影片会介绍, 这四种策略的使用时机, 以及履约方式如何进行。 之前我们有介绍过, 选择权的基础概念, 还不了解的学员, 也可以先点右上角资讯卡观看, 再回来看这支影片哦。 嗨大家好, 我们是口袋小学堂的制作团队。 从零开始一步步教你基本投资概念, 学习正确的投资观念与知识后, 你也可以迎接自己未来的理想生活。 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, 那我们开始吧。 第一种,买权多头价差。 使用时机在于, 当投资人看好市场, 但预期只会小涨时, 买进旅约价较低的买权, 同时卖出相同到期日, 但旅约价较高的买权。 主要目的在于, 赚取两个不同旅约价之间的价差, 并且风险只限于交易成本, 如果市场真的如预期上涨, 那么该策略就会获利, 但若是判断错误, 损失也仅限于交易成本而已。 第二种, 买权空投价差。 使用时机在于, 当投资人看坏市场, 但预期只会小跌。 买进旅约价较高的买权, 同时卖出相同到期日, 但旅约价较低的买权。 目的在于赚取权利金的差额, 最大的亏损金额也是有限的。 第三种, 卖权多投价差。 使用时机在于, 当投资人看好市场, 预期市场在旅约日前, 会呈现小涨。 买进旅约价较低的卖权, 同时卖出相同到期日, 但旅约价较高的卖权, 目的在于赚取两者之间的权利金差额, 最大的亏损也是有限的。 第四种, 卖权空投价差。 使用时机在于, 当投资人看坏市场, 预期市场在旅约日前, 会呈现小跌。 买进旅约价较高的卖权, 同时卖出相同到期日, 但旅约价较低的卖权, 以赚取旅约价之间的价差为目标, 最大亏损则是权利金的差额。 从内容中我们可以发现到, 使用这四种策略的时候, 获利虽然有限, 但却大大的减少投资人的亏损哦。 对于以上内容都了解吗? 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, 详细的活动资讯在下方说明栏里。 欢迎订阅按赞, 分享给亲朋好友。 我们下次见。